嗨 各位車友大家好 我是李翰老師 這個是我第一次去西湖 開到Lando Norris的DD2 我把我第一次上車真實的感覺回饋給各位 你看那個輪胎都還沒用過 全新的 有沒有 是吧 完全沒試過 在這裡我一個一個講解給車友聽 這台車我覺得它真的是一台非常好開的車 它的車子讓我坐上去 那個行路感就讓我感覺很Q 我講的Q的意思是 我覺得這個車的支撐性很夠 那車子支撐性夠會有什麼優點呢 就是它會比較有抓地力在彎中的時候 因為如果在彎中的時候它撐不太住的話 它的抓地力是不是就會比較差一點點 那彎中抓地力比較差一點點 那它的極限就會比較差一點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是我對這車子的第一個就是 最主要的感覺 而且這個車子因為引擎也是全新的 所以這個下去都在幹嘛 都是在run引擎 就是一開始都不能超過一萬兩千轉 OK 就是要換檔 然後要看那個轉速 然後煞車就是順順來 然後轉彎什麼也順順來 因為它輪胎是新的 很多車友不知道 一換新輪胎下去就可能太興奮了 或者是稍微過頭一點點 那因為新輪胎表面 它會有一層光滑的蠟 因為它要保護那個橡膠 所以當那個蠟還沒完全磨掉的時候 胎還沒熱的時候 其實它是很滑的 OK 有些車友就是因為不懂這些 或是他會覺得應該還好吧 稍微快了一點點 哇就spin了 spin就要看你在的位置 如果在一些比較 是吧 比較不巧的位置的話 你的車子可能就壞掉了 OK 好 這是跟各位車友講的 一開始下去就是 新輪胎 記得就慢慢磨 不要擠 其實像我這樣速度我覺得也不錯 就是慢慢磨 因為如果有時候你太激進磨 你磨的沒有很平均的話 對你後面的魔號也不見得是 好事 OK 也不是不見得是好事 不是好事 好嗎 然後再來 就是我一定要講到就是 我最近在開車 真的 也不是在開車 我覺得我最近我的人生的精神層次 到了另外一個階段 也就是我突然有一天 很像練功一樣過關了 好 所以我真的很感謝 就是 我可以一路 從事賽車運動 然後到現在 我很感謝我的 父母 我的家人 我的太太 我的小孩 我的家庭 然後很感謝 謝謝 蔡晨陽 西湖K1賽車場 然後感謝我在賽車的遇到這些人 或者是我 人生中經歷的一切事物 我覺得就是因為有前面這些東西堆疊 所以才可以造就 我今天這麼幸福 可以開這台新車 覺得真的是 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那一天 我下去西湖的時候 從台北下去 在車上都一直在 微笑 而且我車窗玻璃又是 幾乎貼透明的 會不會旁邊車子看起來 會不會覺得我這個人怪怪的 幹嘛一直微笑 然後到開這個車的時候 也是都一直在微笑 我自從過關以後 天天都在微笑 是生病了嗎 應該不是吧 這真的是 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從單速進入到 滴滴吐這樣子 進入到打檔 然後我也給車友建議 就是如果你是 就是單速 跑得不錯的話 我建議你也可以升級打檔的 因為就我上手滴滴吐來講 我覺得 我覺得我還蠻上手的 我覺得 開起來蠻輕鬆的 學習還蠻自在的 像我是不太建議就是 車友可能 一開始就開滴滴吐 我可能不建議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 如果一開始就開滴滴吐 你會 可能會省略掉前面 單速該學的部分 因為單速會學到 方向盤 煞車油門 這三者的細膩度 還有你身體的重心 因為大部分人都以為就是方向盤 煞車油門 但實際上還有你 控制你身體的重心 所以我覺得要把車控好 就是這四樣 那因為你沒有打檔這個因素 所以你的變動因素就變少 所以如果你只在單速學習這四樣 我覺得這是比較容易 學起來的 那如果你這四樣學起來以後 你再到打檔的 再加上打檔 你就會 比較輕鬆 因為前面四樣你學好了 其實基本上變異沒有很大 打檔就是 感覺它何時要進檔 感覺它何時要退檔 就這樣子 然後煞車 有啦多一點點 因為它多了前煞 所以你要去感受一下 那個煞車的 踏桿或是踏的方式 會跟單速稍微有一點點不一樣 但是因為你會控制你的左腳 所以 你就會很容易上手 再加上 你前面單速累積的體感 你到這裡應該就會 很輕鬆的知道 什麼時候可以換檔 什麼時候 不能換檔 所以這就是我的建議 如果你今天在單速 有拿過可能 年度前三的話 我就建議就可以往上跳 OK 就是現在單速拿到一定的成績 建議啦 不管是哪一個組別 你只要拿過可能 125的單速的年度前三 我覺得建議你就可以 往上跳 125DD2 這時候你感受這個車子 就會感受更多 這個最大的差別 當然是第一個是在 打檔之外 然後再來是 它的路線選擇也會些許有點不同 因為它的扭力比較大 OK 所以它的路線選擇也會些許有點不同 再加上它進彎的方式也會有點不同 因為它多了前煞 所以車子進去的平衡跟單速不太一樣 但是重點也是要平衡 OK 就是我們是講究 就是在彎中的平衡度 我隔了多久沒有開 車 我有點忘記了 好像兩三個月 那這兩三個月我沒開車 我開到這台車還是 我覺得我上手速度還是很快 OK 也不會說特別的疲累 雖然那一天我也沒練很多 因為它真的 我練到後來 它真的比單速稍微再累一點 就像我建議車友一樣 一開始可能至少也要練個一百圈 就一天去 我覺得至少以一百圈為準 會比較好 因為如果練可能只有三、四十圈 四、五十圈 那可能就是有點太少了 OK 你的體力沒練到 你的身體記憶可能也都 還沒到就是非常熟練的狀態 OK 所以我覺得一天起碼一百圈起跳 像我是可能一天練都快到兩百圈 OK 或者是兩百圈左右 或是超過兩百 可能就大概就是差不多這樣 唉呦 我剛差點衝出去 你們有看到嗎 好恐怖喔 害我心裡喊了一下 全新車也不要吧 不過其實也還好啦 它外面是草地嘛 對不對 頂多出去稍微打轉一下 但是 很難講 誰知道 好 看來我是真的嚇到了 你看我就開回去了 跟各位開玩笑的啦 OK 好 這就是我跟各位車友分享的 好 我開到DD2 就是 的感覺 第一次就是 純粹的感覺 分享給各位車友 好嗎 接下來 記得 持續追蹤喔 我也會持續分享喔 OK 我的學習 我的進展 好 那就這樣了 謝謝各位車友的支持 剛剛忘記感謝了 我真的要感謝各位車友的支持 因為車友們都會 就是 加入我的會員頻道 然後 來上我的線上課程 來我的賽車營 OK 讓我有練車的本錢 因為 畢竟 各位知道這個是 真的需要一點金錢的資源啦 OK 然後我很感謝各位車友給我這樣的 support 讓我就是 可以輕鬆一些 這樣子 然後我也會把我學到的持續分享給車友 好 感謝支持我的人 OK 謝謝 那今天就這樣囉 掰掰